凤林镇公所在凤林西高滩地今年春节前 营造了花海景致 为了让民众体验乡村生活 特别种植了三分地的萝卜田 近日萝卜成熟了 开放给民众来采收 体验农村拔萝卜的趣味 民众也期待 明年度凤林镇公所可以持续举办花海活动 不只可以带动观光 还可以让亲子体验农村的拔萝卜生活 以往在汛期来临前 高滩地除了是数据之外 还能够做什么呢 两公里的凤林西高滩地 经过整日之后 黄色的波斯菊花海 增添了河川的美丽景致 而在一旁有早起的民众 拿着麻布袋走下河床 努力地拔出种在高滩地上的萝卜 刚才更多人 对刚才更多人 所以你们已经算蛮后面了 蛮后面知道消息 最后面 适合做萝卜干 萝卜丝 在萝卜丝 都可以 对 夫妻俩分工合作 努力拔 种在高滩地上的萝卜 三分地的种植面积 让周边的居民能够免费体验 拔萝卜都相当的高兴 也希望明年能够持续的种植萝卜 让大家来体验农村小时候的生活 会不会希望他明年也继续种 希望 凤林镇长萧文龙表示 今年是第一次办理高滩地花海绿美化 颇受民众好评 明年也将会扩大办理 并且也会和凤容地区农会合作 将种植的萝卜田扩大 让民众来建走 还能够体验到客家美食 以及制作 今年第一次这样办理 过年前我们有办建筑 有农会来主办 那明年我们要扩大 扩大我们长度会扩大 还有提防边的那些农地 我们会给它种油菜花海 那还会种一块我们的萝卜田 明年我们要给百姓 来那里扩萝卜 这次我们四种三分地 老百姓去采的话 采到相当高兴 在这凤林溪高滩地上 不只有美丽的花海能够欣赏 又能够体验农村儿时生活记忆的 扩萝卜乐趣 民众表示 拔满了萝卜 还能够制作成萝卜干 萝卜糕分送给亲朋好友 更显示 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据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就该陆住那里扩萝卜 你能够的花蕾 起来